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铁面杀手罗斯曾让川普免除破产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博·罗斯 周六被拍摄到离开北京的一家酒店 这是他在中国访问的第一天 之后他将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 计划讨论让北京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因为上个月19日 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承诺的让步添加更多细节 已经80岁的罗斯依然被美国总统川普为以重任 并在中美贸易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是没有原因 除了目前的商务部长身份 威尔博·罗斯的另一个身份是投资家 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达到29亿美元 他还特别以杠杆收购倒闭公司而闻名 拥有破产重组之王的美誉 由于他的帮助 川普的公司在1990年度过了财务难关 政治上 2016年总统大选中 罗斯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 他表示 美国必须将自己从糟糕的贸易协议的博数中解放出来 还支持对中国商品收取高额关税 作为私募股权公司WL罗斯的董事长 罗斯也曾施压 要求将企业税从35%减少到15% 还要求减轻针对能源企业的税收和管制 前高盛主席约翰·桑顿曾告诉政客杂志 罗斯将给美中关系带来正面影响 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 不是一个空想家 威尔·伯罗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郊外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律师 母亲是教师 他从纽约市迈哈顿名校泽维尔中学毕业后 入读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 在那里 他曾负责编辑一份文学杂志 并且在电台工作 刚开始 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 后来认识到自己并非那块料 于是放弃了作家梦 当时系里的一名指导老师 帮助他获得了第一份工作 在华尔街进行暑期实习 他发现金融业才是自己所长 结束耶鲁大学本科学习后 罗斯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 并于1961年毕业 罗斯最初在金融机构 伍德·斯特拉瑟斯和温斯罗普工作 处理风险投资 这份工作让他开始学习如何与银行 这份工作让他开始学习如何与银行 债权人打交道 并熟悉与破产重组相关的法律 他于1976年跳槽到著名投资机构 罗斯柴尔德工作 带领团队在北美地区处理企业重组和破产事宜 涉及债务额超过2000亿美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垃圾债券风情一时后走向衰退 而他成功帮助一些垃圾债券持有者挽回损失 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业界的地位 2000年 罗斯用筹集到的4.4亿美元 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投资机构 WL罗斯 公司成立之时恰逢一些美国行业不景气 当时的美国第二大钢铁企业 伯利恒钢铁公司 纺织业巨头柏林顿工业公司 矿产商地平线天然资源公司 相继申请破产保护 罗斯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 洞悉到投资这些行业会有巨大回报 于是陆续出手收购这些企业 2005年 他以45亿美元的价格 把持有的钢铁股份出售给安塞米勒塔尔钢铁集团 获利25亿美元 2008年 当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并向全球蔓延之时 大批银行寻求破产保护 在多数投资者惊慌失措的时候 罗斯却看到投资良机 WL罗斯公司联合另外几家投资机构 从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手中收购了美国联合银行 向其注资9亿美元 重组之后于2011年上市 并且市值持续增长 2011年7月 罗斯将眼光转向海外 联合另外四家投资机构 斥资16亿美元收购35%的股份 他相信凭借民众对紧缩政策的坚定支持 埃尔兰能率先摆脱欧洲债务危机 当时很多人怀疑罗斯的判断 但随后埃尔兰经济果然很快复苏 罗斯也从该笔交易中获利颇丰 威尔博罗斯最出名的事迹 还是出手搭救过川普总统曾一度濒临破产的企业 1990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唐纳德·川普陷入财务危机 他的企业负债34亿美元且无力偿还 这使得他的酒店、赌场和其他资产 面临被债券人接收的风险 罗斯作为大西洋城太基马哈赌场酒店 债券持有人的代表 和当时最大的债券持有人卡尔·伊坎 一起与酒店方经历漫长谈判 最终帮川普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罗斯回忆往事时曾说 有趣的是 我和川普唯一一次做生意的经历 就是和卡尔·伊坎一起作为川普申请破产的 赌场酒店的债券持有人 那是他在最落魄的时候 几乎处在负资产状态 但恰恰是他处理此事的方式 使得现在的我和伊坎都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 开会时他从不迟到 不乌言会语 总是充分准备 不莽撞冒失 谈判中他距离力争 他在谈判中的出色表现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这很说明问题 当你在一个人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他 你才能真正看清一个人 菲尔伯罗斯在华尔街的盛名 不仅来源于他准确的投资眼光 还来自他的艺术品位 他曾投资过一套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绘画作品 价值超过1亿美元 他常被列入世界收藏家200强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 罗斯对中国艺术还颇有兴趣 在2007年 当艺术收藏家和出版商卧史 开始组建一个投资团队 收购中国艺术的时候 他会晤了罗斯 卧史说 他和罗斯都预测 随着中国人开始进军艺术品市场 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将出现爆炸式增长 而罗斯对中国文化的洞见 将赋予他跟中国打交道更多的优势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宁静人物 感谢收看